比普遍的 陳樂榮 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是一個帥氣的新的組合 叫作 Missio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那張祥寧 我是 Steven 雷想應 我們是 Mission 兩位好 樂榮老師好 欢迎你第一次上我节目 很开心 两位其实都是混血儿 可是都说得很好的中文 一一来介绍一下好了 Max是 我是中泰混血 中泰混血 是 我妈妈是台湾人 爸爸是泰国人 但出生在 出生在美国 美国一直到几岁 就 二十二岁 对 可是我中间 九岁到十五岁 有住在泰国 所以我也会讲泰文 会讲泰文 英文中文的 都会 所以在家里面呢 家里面我们讲英文 只讲英文 对 因为我猫不太会讲泰文 爸爸也不太会讲中文 然后刚好他们是在大学 他们是在美国认识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 泰文你会的最难的一句是什么 我不要问你最简单的 最难的一句是什么 啊 Happy Mark Mark 那是什么 骂人吗 我从他学来的 那个意思就是很高兴 Happy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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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就是很多很多 哦 Mark Mark 对对 是可的音吗 还是和的音 Mark Mark 对 好像跟Much 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从这个讲出去想 可是前面还是Happy Happy 泰国没有快乐这个字吗 呃 泰文他讲 他讲新年快乐他都说 Soddy be my 新年快乐就是 Soddy be my 哦那生日快乐呢 那生日快乐呢 Happy birthday 哦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Happy birthday的一种那种奇怪的 泰文国的腔 再念一遍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好那Steven是 我是中美混学 我今年我刚二十一岁 哦 然后 是爸爸是 我妈妈也是台湾人 爸爸是美国人 他们也是在 对然后 在哪里 我是在 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爸爸没有印象 哦 对所以从小到大 都是只有妈妈照顾我 还有 还有那个 姐姐 嗯 对然后就是 我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但我有在 但我就 直接就去高雄了 就是 在美国出生 可是我在高雄 立刻就去高雄 对在高雄 长大到六岁 哦哦哦哦 然后所以我才会讲中文 所以 所以你会讲台语吗 会啊 会好啊 会好说台语 是小时候学的吗 对小时候学 后来这几年才学的 没有没有 因为我在家里 都是跟妈妈讲中文 然后 阿嬷有时候也会在 就讲台语 那你会讲的最难的 台语哦 我都会好啦 没有啦 开玩笑的啦 这张专辑很好 听要怎么说 我这张专辑很好 这张专辑很好 这是台湾国语 这不是 这不是 就不是这样的 才会你意思 呃就像 简单的啦 吃饭啊 小时候 都和我阿嬷说台语啊 吃饭啊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一道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阿嬷煮的菜 可是我现在很喜欢吃夜市 这什么 豆花 豆花 对 还有臭豆腐 臭豆腐 对 那两样很好吃 对啊 真是很少看到就是 看起来像外国人的人 很喜欢吃臭豆腐的 然后我有介绍给他就是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大豆花臭豆腐 太超喜欢了 嗯哼 所以你是曾经六岁前 住过一段时间高雄嘛 可是后来又去 美国 美国读书 所以两个人最后都是在美国念完 念大学的 对 我是到高中 然后 没有 没有就是 念完大学 我就来台湾 是 你是准备要做 要念医 对 要准备念那些 要上医学院的课 一些预备课就对 因为从小时候妈妈就想要我 当医生 对 但你 但我就是 没有兴趣 到最后就受不了了 因为太难了 所以你就跟妈妈说你要回台湾 嗯 对 然后我妈妈就当然就说 为什么 你会什么 说得好 对 可是他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在学校是 在乐团 然后喜欢跳 我都不会跟他讲 你那时候有一个band 对 对 然后有唱歌吗 还是 就是乐团嘛 就是那种marching的 打鼓的那种 是那种的啊 然后也是在跳舞队里面 可是就是妈妈想要我 一直读书 所以我就不跟他讲 你骗了他 对 然后到最后我就 说我会做什么 我就秀给他看 他说 可是为什么你要走这么 不安全的路 为什么不要好好读书 但 我就说 那你要让我试试看 嗯 我才不会后悔 嗯 然后他就给我六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 六个月 现在第几个月了 没有六个月的时间 找机会啦 就是经纪工资或什么 然后很幸运就是有亲戚帮我 呃就是 呃 舅妈的堂妹 和卢英杰就介绍 所以 就追到Max 所以回来多久 之后就有 好消息 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 那Max 那Max 你也是 你是念经济系吗 我是念经济系 有念完吗 然后毕业大学后 有工作 一段时间 就是在 纽约的一个花旗银行 哇 对对对 然后我爸爸也是这样子 哇 为什么要离开去台湾 你那时候做什么 在银行里 应该也是从 我是做 Investment Bank的一个 就是最 分析的 刚起步的 一个研究的人员 就对了 然后那个时候 就我跟爸爸讨论 就是爸爸会跟我说 你要找一个工作 你想要做的 就是十年二十年后 还是可以每天开心的做 那我心里面就立刻想 不是银行 因为我爸想要跟我讲说 银行超好玩的 你看我 他也是啊 对他是银行家 所以他五十几岁 就现在还很开心 而且 可是我就跟妈妈说 我想做音乐 因为音乐都一直在我生命中 就是我从六岁就开始学小提琴 小提琴 然后 高中也很爱唱歌 跟Acapella的团 所以比较声乐的 也有啦 就是 Acapella的团 我们只是 在学校楼梯啊 乱表演 不是 那个professional 不是不是 然后 就学了吉他 钢琴这样子 就想要 做音乐 所以后面自己有学了吉他钢琴 对对对对 然后应会 我也 我现在 吉他 今天怎么没有带来 今天怎么没有带来 没有带来表演 是钢学吗 其实是钢学 可能 可是学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学的蛮快的 因为每天都练 现在可以弹什么 现在可以就是弹一些歌 像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然后还有 就是那种和弦最简单 还有Baby 就小Justine的Baby 对 那个我也会 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 可以写 我们自己的歌 我们最近在 多多就是 学一下 希望下一张就可以 下一张其实出的是一个 算是 一个EP 就对了 希望我们 第一个专辑可以 由我们自己创作 嗯 所以会乐器的Max 有写歌吗 还是以前没有练习 就是 有啦 可是 比较慢 我比较慢 然后 最近在 在比较积极的开始 就是把它写好 嗯 好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 也是分别来到了 现在的公司 嗯 那 是谁提议 要把你们变成一个 一个团体的 其实就觉得 公司就觉得 是一种缘分 对 我们是很 因为他到公司的时候 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 我也到就觉得 哇 两个混血 怎么那么巧 就觉得很巧 对 然后就觉得是一种缘分 所以他们就想说 也是一样高 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 哇 有一个人跟我一样高耶 对对对对对 不然在台北走路都觉得 我要这样往下看是不是 然后就是见 我们就是 一个186 一个88 很聊得来啊 第一次见到他就很高兴 然后就是 就是我们喜欢的音乐都是一样的 你们应该就去讲中文吗 哦 英文 都是英文 都是英文 可是我们一进公司的那个门 我们就 就被 对呀 之前看着 史蒋健的新怎么样啊 就是 没有啊 就是说国语这样 就过了那个门就中文了 对对对对 然后出来就英文了 嘿男后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感觉你们两个其实是很温和的两个大男生 算是吧 个性上 啊我们 算 像 咱俩比较 文老 慢 你比较慢 没有没有 慢乐 然后就是我 可是他也有就是他的 他的好笑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比较活泼 可是我有时候也会变像这样 就是累了 累了就忧郁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你平常常态是比较开心的 嗯对 那你呢 我也很开心 可是可能我的笑话都比较是冷笑话 而且你脸看起来比较忧郁 哦有吗 所以并不像 对你脸看起来比较斯文比较忧郁的 所以感觉好像 比较内向一点点 有可能有一点 有银行家的潜力 哈哈哈哈 好所以那时候虽然组合在一起 但是总是要考虑那到底要做什么呢 对不对 你们要唱什么样的歌 对 因为你们可能来的背景也不一样 你们喜好的音乐 譬如你是可能 你是偏比较古典一点点 你是比较偏 其实我们 流行的 长大的环境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听的音乐也是一样 但是你又没有很嘻哈 我们 我们也没有 我也没有很嘻哈 就是我们两个都喜欢 都喜欢R&B 都喜欢R&B R&B 然后比较性感的歌啊 或者是也是 对啊 有一种啦 有一种 对 轻转 轻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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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tta move on move on move on 没有谁应该为了谁而放弃自己 Oh girl just move on move on move on 这么美好的世界正在等待着你 没有默契 没有默契 一个还要再多唱一句 一个比下来了 都可以 爱自己也能够 软美好期许 so baby move on yeah 好像 好像 好像我感觉小英的声音比较高一点对不对 比较多比音 可是他可以唱的蛮高的 你可以唱蛮高吗 我只是比较多比音 你有别的歌是你表现比较高音吗 啊 哪一首 还是你自己来一 I really want to give you a Girl I really want to give you a call Baby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那么兜心 那么默契 不要害怕 给我你的心 我的心 一秒都不愿错过 好像就把你 拥入我怀中 Baby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没有距离 没有怀疑 把你偷走我的心 你的吞迷惑着我 我想问你直到最后 哦哦哦 耶 但是我还是感觉 Max比较害羞 哦 就好像感觉 小英还是就是 立刻就 有一种要要去那个 进攻的感觉 然后Max还是有一种 其实我们两个都有时候 就是我害羞 他就不害羞 你会害羞吗 他害羞我就不害羞 你怎么说害羞 我没有 从你今天走进来到此刻 我还没有看到你害羞的一面 其实我会啦 看到隋唐我就害羞 哈哈哈哈 是怎样 隋唐是你的 Dream girl 我很喜欢隋唐 还有张俊宁 我觉得就是很 张俊宁我觉得很自然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 本人见到他 然后我就我就害羞 我见过他 本来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见他 我没有见到他就 就 说起来了 是是是 那你呢 你有对哪个台湾 女生 J开头的 J开头的 Jolene 没有没有没有 是Janet Janet 哦 哦 你这个干嘛 又来了 又来了 哈哈哈哈 你比他高吧 啊 有有有比他高 因为他应该也蛮高的 对我 我们有 等一下我跟你讲 你知道有一次 我们两个 他害羞起来了 我们两个跟Janet照相 然后他就 他就我们照完的时候 那个 那个我就说Janet 欸 张俊宁Janet比较靠近我 然后他就 他就隔天把我剪掉 那个照片把我剪掉 然后他就把他 我就秀给大家 他真的包 只有你们两个 只有我们两个 然后 其实Janet离我比较近啊 哈哈哈哈 最终 最终还是公平竞争的啦 你把Cartel也没有用 你知道 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我都会逗他 就是Janet Janet你比较久 没有 看完 可是目前两个都是单身吗 对 以前在美国 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 我觉得爱情是一种 需要经验的一个 一个方面就是 尤其是要做音乐 要多谈恋爱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要有那个 experience 有这个经验你就会 心里面就可以 找到很多 感觉 是 去唱歌也会更进去 对对对 才懂那个 爱情 我们现在不能让你的 从六岁起的小提琴 孤单太久 对对 请你拿起你的提琴 好 你要用提琴表演哪一个歌啊 呃我们的 一首歌叫 爱你为什么 哦对 然后 因为爱是比较难 用言语去解释 对 所以就不唱了 没有 这一首 我们就是用音乐 我们就是用音乐 就是想要解释 对 就是如果有你 就是对方问你 为什么你爱他 可是有时候你讲不出来 这一首歌就是在 表达那个感觉 表达那个Romeo的心情 对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你要跟我一起BFox 对 OK Ready 嗯 啊 啊 爱你 没道理 答应爱不 也爱不 也爱就爱到底 直不 不是我不 愿意说 不是我不 看开口 你每晚都在我心头 echo 可 直不败你 直不可 直不爱你 没道理 答应爱不 也爱不 也爱就爱到底 直不 不是我不 愿意说 不是我不 可 开口 你每晚都在我心头 echo 爱你 没道理 答应 爱不 也爱不 你爱就爱到底 不是我不可 原來你說不是我不可 在開口裡面我都在我洗頭 欸欸欸 口 哈 所以這首你完全沒有唱 有有有 這只是一一部分的 這其中一段表現就對了 對 我們覺得這樣聽不過癮 你要不要秀一段 秀一段 比較高聲的 比較 比較classic 對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你叫我move on 可是我不想move on 啊 哈哈 後面不甘心 後面有配一點 就搶鏡頭 他突然把他變搞笑版了 沒有啦 就是很 我覺得他拉那個就很傷心的 很傷心啊 傷心嗎 不會啊 我蠻喜歡這種的 你喜歡沈浸在這個氣氛 然後那個 你也是常常笑咪咪的啦 但是我覺得你有那一面 嗯 喜歡古典的還是有那一面 他就很像比較多心事 哦 可是你們現在都各自住嗎 還是怎麼樣 訓練 訓練的時候 18個月 有住過 有住過一起 有18個月的訓練 對 要做啥 就是 呃 我們有表演課 唱歌課 中文課 唱 呃 唱歌課 表演課 中文課 都講過啦 跳舞課 所以 你最擅長 你比較擅長跳舞嘛 對不對 你你後來學的 對 後來學 然後唱歌課 是 剛開始是我比較需要 哦 那你 跳一些什麼 我跳 你最擅長的 我可以跳 對 我覺得我跳比較 那一種RNB 慢性感的舞 然後我也可以跳手指舞 可是 這也不可以跳大 所以我就可以跳手指舞 了解 就是 那你呢 你現在 這一種 你覺得怎樣 很酷嗎 很酷啊 我以為你剛才說手指在地上跳舞了 哦沒有啊 就是這樣 就是手指跳舞就對了 對啊 那你現在常跳什麼 跳什麼 跳搞笑的 跳舞 哈哈 你跳這個 就是 就是 多多少少我們像編舞都會學 然後 有時候Steven也會編一個舞 然後教我 Steven會編舞哦 對 我以前在高中是那個 跳舞隊的 是 是Leader 然後我都會編舞 然後我們就會去比賽 OK 編舞 像那種 有很多舞蹈電影裡面那種 有那麼激烈的嗎 我就是 會跳起來嗎 在空中 我沒有那一 我沒有就是那一種Style 我就是比較 比較 就是很快 然後慢 然後快 然後 就這樣 就這樣 這有點像以前最早的霹靂舞的那種感覺 耶 MICO JACKSON那時候 有有有有 對 我覺得 任何的 就是 尤其是流行 表演 都是從MICO JACKSON 就是 慢慢的去 去 對 所以 這張照片我覺得拍得很好耶 對 是有真的跳起來嗎 有有有 是有跳起來的時候去 去捕捉 去拍的 所以現在 真的已經進入做了職業的藝人了 對不對 已經發片了 雖然只是一張EP 可是還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對 所以對接下來 你們剛才已經講了希望 會有自己的作品 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你們會希望 想要去加強的 或者是希望可以達到的 希望每天都會慢慢的進步 對 每天進步一點點就會 過一段時間 會進步很多 然後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可以演戲 對 演 就是 你也希望嗎 有啊 尤其是 OK 我有一個 就是自己的目標 是想要 去泰國演 鬼片 啊 好奇測的喔 一個目標 Steven有進來啊 哈哈 Steven 就是 然後到最後 男豬腳就死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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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演到最後 你有看過嗎 有有有 看過蠻多他們的鬼片 很多很多很多 哪哪系列啊 對對對 我們兩個很喜歡去看鬼片 對 你也喜歡 對啊很喜歡 其實我會 可是美國也夠多鬼片 跟恐怖片 有啊 可是泰國鬼片 我覺得也不太一樣 很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嗯 那你要演什麼 我不知道 你要戴上假髮嗎 哈哈 飄進來 喔 OK 我可以演這個 其實我以後 也有自己的目標 就是可以演動作片 你有練過 一點功夫嗎 就是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訓練 然後 去演那種 一定要 跑步那種 那我就是 Tom Cruise 對 就是 反正就是 變影的合約要 要三四秒的跑步 對 呵呵呵呵 我就很喜歡看動作片 然後007 你們兩個都沒有那個 演出 台灣最流行的什麼 偶像劇 喔 那我就是想要講到這個 然後他就講鬼片 你們講的片型 台灣的本台 就是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希望 跟隨唐啊 對 對 也希望可以跟 跟他們演那個連續 的連續的片 或者是 連續劇 連續劇 然後或者是 呃 有機會 要被打耳光 拍電影 哈哈 被打耳光 可以嗎 呃 那個 那個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 也可以 就是反正 如果是 有機會 我們就 我們寧願什麼都去 很不在乎的心人 沒有沒有 就是 要進入戲嘛 所以 需要做什麼就做 有機會給我們 我們就很幸運 對 就是有機會都要去把握 對 不管做什麼都要做就對了 對 恐怖的鬼也要做了 跑步跑的半死也要跑了 對不對 不過先請大家支持他們 歌手的身份啦 對不對 因為演戲可能是下一步嘛 對 請大家先支持你們的 EP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一個新團體叫做 MISSION MISSION 然後我們也有Facebook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當我們的朋友 幫我們按讚 好 現在多少粉絲 4000多 4000多 加油加油 謝謝 謝謝老師